想要到云林林内观赏紫斑碟飞越国道的民众可能要把计划缓一缓了 因为今年紫斑碟从高雄茂林出发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目前林内的数量是比较稀少的 专家就建议了预计要再过一个礼拜气温比较暖和的时候 才比较有可能看到大量飞舞的紫斑碟 它的特色就是它负面有三个点 拿着图卡与标本 紫斑碟小志工卖力的解说者蝴蝶的特性 虽然聆听的游客并不多 每年清明节前后就会大量出现在云林出口的紫斑碟 根据保育协会的数量监测 目前每天只有零星的个位数 感觉起来今天比较冷 冷蛮多的 它的起飞时间比较慢一些 天气晴雨不定打乱了生物的作息 往年这个时候就会有许多紫斑碟从高雄茂林 被飞到出口这个地方 新许多赏碟人潮 但是目前只见到稀疏的游客 在这边的大概温度25度是最适合的 它就开始往外飞 包括到25到30度 它已经都大量在飞出来了 大概30度的话 它的量就爆出来了 所以其实民众要来之前就看天气一下 可以有机会看到比较大的量 除了出口 最佳的赏碟地点 还有林内的成功国小 这里的小朋友每年都会参与紫斑碟的导览工作 现在他们都准备好了 就等太阳露脸迎接飞舞的教课 新唐亚太电视 张佑铭 陈一文 台湾云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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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